這個炸蝦大成怎樣? 欸這個比你大 一隻手指中的厚的鮪魚 鮭魚肚,你看好長啊 你就直接鮭魚欄挖一大口起來 哇 好,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今天的話我們跟幾個之前的同事 還有搞完完我們的朋友 那到了這個頭份 那這次我們禮拜六來頭份的話 主要是想要吃兩間,一間在頭份一間在信封 然後頭份這間是我看網路上是說新開的一個 日式的一種比較平價的日式料理 聽說假日都是滿做的 CP值非常的高 然後食材是很新鮮的 所以一開始在頭份就打響知名度 我們等一下先去看看喔 走囉 今天的話我們的餐點都到齊啦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點了三個 三個,一個是這個炸天丼 你看這個大大大大 這個炸蝦大成怎樣 欸這個比你大 比你手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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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還點一個握壽司 這個我本身很期待的握壽司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鹽烤牛排 然後還有這個,它的唐揚豆腐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看起來就很好吃 等一下來試試看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是蠻特別的 這個是鮭魚的細粉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鯨魚電鎖 看這個是最多人點的 然後還有一個超浮誇的我們的這個 生魚片洞 那我們先從哪一個來吃 來我們先來吃一次 欸它的哇沙比有兩種耶 綠色跟這一種 這個應該是三葵齁 來吃吃看它的 你看超厚的 一隻手指中的厚的鮪魚 哇超爽 它的生魚片完全不是那種可以說冰塊的 它就是那種很軟嫩 而且它的鮪魚的熟成度好香喔 超好吃的 其實我本身沒有很敢吃生魚片 這種生魚片我可以一直吃 鮭魚肚你看好長啊 還省天啦 這很好吃 我們換我們的鞏丸王來吃這個雜天丼 比它還要大隻的雜天丼 你看我幫 ic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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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吃比你大的那一顆 這好不雅觀喔 又要幹嘛了 你是吃到中毒还是 各位看一下我要吃我這個 唐洋的豆腐 唐洋豆腐它有兩個 然後上面這個是炸的這種 柴魚 然後還有加蘿蔔泥 糖果豆腐你知道怎麼吃嗎 就是沾著醬汁整口塞 喔好好吃喔 你看它這個醬汁 那種甜醬油的醬汁 我感到我這個時候要爆了 來個人非常期待的炭烤牛小粉 這好吃 你想像一下它是一個不會柴的牛小排 然後中間咬下去以後 它中間的油脂會爆出來 它的那個醬燒是屬於 而是那種日式的甜醬油 然後是烤的有點焦焦的 這很棒 這個很棒 好接下來我們把畫面切到我們搞完完 可以連著洋蔥一起吃 你怎麼流淚了呢 不要嚇到人家 還有人家還有客人 來你吃吃看這個 吃吃看 欸很漂亮耶 你就直接鮭魚卵挖一大口起來 哇 哇你會折瘦啊 你會折瘦啊 你會折瘦啊 欸你全掉光了 就是完全就是海的那種鹹味 對 棒 OK 哇你看那個油脂 你有看到那個油脂噴出來嗎 這個鯨魚它不會有超臭味 而且它的鹽味很香很香 它油脂超豐富的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這一間 它每次用餐時間就超多了 價格很實在 它價格超實在 一個定時差不多一百多塊而已 食材都很新鮮超棒的 來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蠻特別的 土瓶蒸 你要把這個蓋子拿起來以後 把這個 把這個蓋子拿來當成是這個湯碗 然後它裡面都很多湯的餡料 你就先把它吃它的湯 哇好鮮喔 它喝起來很像是有那種干貝 很多干貝很多干貝 煮菜的高湯 哇好喝 好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有很多料喔 這個超大塊的 這是鮑魚吧 然後肉個香菇 個蜜也有 哇很多欸 哇還有一隻蝦欸 耶我吃完了 我們剛剛是中午十二點就來了 但是中午十二點是沒位置 所以我們是等到一點多才有位置 那我們這間的話 它雖然開在頭份比較便便的地方 但是它新開到現在 生意就已經很不錯 那我把店家資訊會放在影片底下 喜歡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掰掰 餓什麼餓什麼餓什麼 慈窮 它慈窮了 大家來注意大家都看著它 好啦 欸你可以去入境嗎 可以啦 可以啦 你都入境那麼多次了喔 對 等一下呢 臭 泡杯啊 你不要嚇到我人家啦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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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到小玩家而已